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各位佛友 今天继续跟大家讲我们的白化佛法 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念头是最重要的 佛经上经常讲一念善是佛 一念恶是魔 所以我们念头要尝思善 经常要想一想 同样我们的念头也要经常要懂得 在红尘当中退一步 那就是智慧 什么事情都要逼着人家去做 或者能够不理解别人 去推进着去做 有的时候你会断缘 缘分会没有 所以学佛人应该转身离去 静静静地来想一想 我们做什么事情 有缘分就好好地去随缘 没缘分 那么我们就不必强人所难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个缘分 这个缘呢 也有善缘 也有恶缘 有时候一念正 一念邪 它都有分的 你今天一个念头是正的 你可能这件事情就做对了 如果你这个念头是邪的 你可能这件事情就做错了 所以正和邪之间 就是佛和魔之间 所以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上 都要懂得怎么样来淡化 自己对人间的一些执着 一件事情放不下 人生很多事情放不下 你要想办法能够把它解脱放下 最重要的 就要理解人生 若只如初见 是如初见 何事秋风悲化善 古时候很多人悲从心来 和别人的感情离去了 依依不舍 最后把自己这种感情做一首诗 画在一个扇子当中 这个诗句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人跟人最好保持在 像初次见面这样 这就是我们经常中华传统文化当中 讲的一句话 君子之交淡如水 有的时候太好了 感情会牵扯 牵判 所以初见一人 不再往心里去 何来分别计较 所以一个人 如果你刚刚跟他初次见面 你不会对他有过分的要求的 你总是说 啊很好 看到别人 就犹如刚刚初次见面一样 你可以保持一种尊重 可以保持一种沉默 可以保持一种理解 也可以保持一种圆容 所以初次见面那种感觉 就是我们是一个好朋友 我们是一个好朋友 你一定不会斤斤计较 一定会随缘放下 当你随缘放下的时候 你人本身就是万般自在 所以很多人说 你活得很自在啊 为什么他活得不自在啊 实际上自在就是你自己啊 在调节你的心啊 你把很多的老朋友 把很多的外面的人间的那些单位里啊 或者一些人啊身上有毛病的 你把他感受到 我跟他初次见面 你一定不会对他有过分的要求 这是活法的智慧 有的时候一念之间的以前啊 一想起以前的又恨了 一想起以前的又开心了 所以这个人的智慧啊 就在悲伤和智慧当中游荡 所以怎么样没有烦恼 怎么样没有辛苦的分别 就是不要有分别性啊 你看我们人很可怜 就是因为我们经常有分别性 因为这个人过去曾经伤害过你 因为这个人曾经啊 帮助过你 你看到他分别性开始 在你心中就会产生喜怒哀乐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 没有爱和恨的是非 那就是放下呀 你对这个人也没有爱 也没有太多的恨 那么你不就是放下了 就像马路上匆匆而过的人 你会对他有爱有恨吗 只是擦肩而过 所以你没有在心中 就会没有顺逆境 你看见这个人很讨厌 你就会有逆境出来 你这个人看见他很喜欢 你心中的顺境就出来了 所以像太阳一样的 很多人喜欢太阳 有些人喜欢月亮 那么每个人的概念不同 太阳升起的时候 对他来讲 他茁壮成长 当太阳下山的时候 他又有悲伤 那么还有些人呢 他太阳月亮他都喜欢 所以太阳来了他也爱 月亮来了他也喜欢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就没有偏 这个没有走偏 有的人好的 经常对这个人有偏心 偏袒他 有的时候呢 我们对一件事情的执着呢 会造成我们的任性 想干什么 非常的任性 所以自然在心中 就不会有取舍的苦恼 大家想想取舍的苦恼是什么 取舍的苦恼就是一念之间 在一念之间 那么你今天一个念头 你今天我一定要 你进入了痛苦的程序当中 如果你今天说我无所谓的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你进入了幸福的程序当中 所以苦恼来自于分别心 对别人要平等心 一视同仁心 学博人不管顺缘逆缘 我们要学会 盛世闲庭信步 所以从鲁不经 去留随意 人生的旅途中 我们人人都想玩得开心 都想认识更多的人 以为我们的生活永远会这样 我们的感情永远会这样 这就违背了佛法界讲的 这个世界一切都是无常的 没有一样东西那是永久的 所以最重要的是认识到自己 是重新遇到了自己的那一刻 所以每个人都要心中 有重新认识自己的这一刻 你才能悟出 你才能走遍世界 所以你了解自己的人 你走到哪里 你都不会吃亏 别人都会尊重你 因为你知道自己该说什么话 该做什么行为 该有什么思维 这个人就很容易得到别人的喜欢 而有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说的满口大话 吃的满口饭 做的行为都是和别人不一样的 还以为我是一枝独秀 实际上这些只不过就是为了找回一条 释放自己内心的一个观念 我是这样的吗 我虽然跟人家不一样 但是我一定有道理的 实际上这种已经是在偏见和执着当中 在选择自己的思维了 所以一个人的思维正和不正 它当然是不一样的 正思维让别人尊重 偏思维让别人会举报你 所以你看我们很多的共修会里面 如果你今天上来 讲的如理如法 大家都很喜欢听 但有些人增加了自己很多的个人观点 有些话讲了偏的 那么慢慢的别人就会告诉我们 说某某某他在谈几会的时候 严重的偏见 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叫正 所以一个人正 首先要了解自己你才能正 你这个人不能了解自己 你怎么来了解别人 所以师父就是告诉你们 修心就是为了回归自己的内心 你了解自己不就是因为要内心了解自己 你要放下很多的欲望和念头 回归到无念 无念就是自然而然的东西 那是自然的东西 这些东西它是没有带着一种 强求执着和只顾自己 不顾别人的那种观念在里面 所以一个人能够让别人接受的语言 接受的行为 接受的思维 它是一种自然的反应 别人都能够接受 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的 对不对啊 叔叔我最发干了 我要吃这个 人家哦 孩子我帮你买啊 人家不会怀疑你这个人贪嘴的 因为你出来的是很自然的声音 所以很多人有多少痛苦 因为他有多少杂念 他越是想得多 我怎么样让别人又没有感受到 我在动小脑筋 我又要把这些事情做得 让别人看不出来 然而当自己讲出来之后 别人看出来了 你就会痛苦 被别人发现你的目的之后 很多人就会痛苦 因为你本来想骗别人 所以我们说 学佛学到最后 还是要学会自然 所以过去 我们的传统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当中讲 大道自然 所以天道也好 人道也好 阿修罗道也好 其实都是本性善良 本性善良 这就是善道 所以师父经常跟大家讲了 三善道 天人 阿修罗 还有人道 人道也算善道 但是这个善道是最接近 最接近畜生道的 所以一个人做事情 稍不留神 做出来就是畜生的事情 所以要特别特别的当心 因为太靠近 畜生道 所以常常呢 不能带有称恨之心 因为畜生很容易恨别人 大家看见狗啊 你踢它一脚 它一定要从你叫一叫 咬一咬 追你一把 所以动物它有个本性 它非常的恨 而且它非常的执着和争斗 喜欢跟别人斗 所以我们学博人 要学会 不要和别人去争斗 要学会善良 有的时候你的心 会让你常常 心风作浪 你不想去跟这个人争 但是他气得你 就想跟他去 斗 去争 实际上 好勇 斗 狠 这个就有点像阿修罗道 所以在人间 不要去执着 谋 谋 谋就是一个思维 所以人家说 这个谋 就是去思维 去想象 去到底怎么做 怎么做 你应该怎么把这件事情 做好 你怎么样让自己不要受到 这个任何的事 和人物的迷惑和颠倒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 不要以为人间 这件事情 我是对的 我是错的 这样你就进入了一个 是非的圈子里 你在是非当中出不来 如果你今天跳出 是非的圈子 你因为懂得侧隐之心 慈悲无限的道理 你觉得人伤我痛 对方就是对你坚强 那也是一种懦弱 对方对你一种 这个慈忍 它反而倒是一种坚强的象征 然而我们人经常把对方的慈悲 看成是对方的一种懦弱 而把自己这种非常强硬的思维 看成是自己的一种勇敢 实际上这种勇敢 会给自己造成更多的伤害